花莲蜜香红茶的评鉴比赛因为疫情而顺延 目前随着疫情趋缓为解锋 县府和主办单位瑞穗香农会也提早做准备 参赛的茶农在20号完成角角比赛的茶样点 另外评鉴会的方式也会是中央CDC的防疫指挥规定来做调整 110年度花莲蜜香红茶金牌王原本在7月初九会出炉 却因为防疫三级警戒期间而顺延 随着疫情趋缓为解锋 承办单位瑞穗香农会也提早准备 20号受理花莲县参赛茶农的角茶样点作业 我们在7月20号已经开始办理搜查 那只要等CDC解锋或者是把这个疫情的这个程度降级之后 我们就会马上来开办我们的这个蜜香红茶比赛 那希望能够在解锋之后 农友茶农们马上就有这个比赛茶可以来销售 花莲蜜香红茶产业在疫情期间 以及夏季高温少雨的气候下 今年度产销受到微服的影响 现在防疫为解锋 瑞穗香农会也先启动缴茶作业 未可能在26号降级解锋的防疫措施先预做准备 而至于评鉴赛的方式 总干事黄胜黄表示 将是中央CDC的防疫指挥规定做调整 那如果疫情没有降级或解锋的话 那我们也会继续的来办理这个蜜香红茶的评鉴 只是说办理的方式我们会有所更改 那就是把我们的这个茶样 送到茶叶改当场台东分厂 那由专任的品师在分厂来做这个评鉴 那避免我们这个群聚的现象产生 堪称是花莲县茶叶界一大盛事的蜜香红茶评鉴的比赛 今年参赛茶农总共绞交了200个左右的茶样点 来绞足今年的金牌王宝座 而至于何时进行 以何种方式来举办评鉴 总干事黄胜黄说 一切配合中央CDC的规定 随时做滚动式的调整变动 记者是玉兰瑞穗采访报道